王铁锤的招法就是这么凶残 毒辣 弃鸡公杀 再次让老大爷怀疑人生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干 老大爷摆下当头炮 王铁锤上马 红旗上马 飞得两鸡 红的没有出鸡 他选择来一手挺骑兵 那黑旗挺骑俗 红旗上马 黑旗上马 红旗这个时候他再选择来一手属于平二 那黑旗就炮尔尽丝 准备给他来一个双炮过河 红旗冲兵 黑旗在进炮 红旗在高居 黑旗在这里常见的下法是平一步炮 红旗飞个像 黑旗在出鸡 红旗走一手聚九平六 黑旗再走一手炮三平六 这是常见的招法 在这里他没有 他选择来一手不像 红旗出鸡 黑旗再来一手上马 不让你冲兵以后有做双的机会 红旗就炒这个 黑旗给它吃掉 红旗连环马 黑旗踩进来 下一招就有一个打将 红旗就先动手 打一将 黑旗不受试 红旗又来了一手聚六平二 这个 双鸡来夺你 在这里呢 这个黑旗走的是非常凶残 你不是要来夺我吗 想吃我的包是吧 我把马进去揍了 给你个鸡 走得太凶狠了啊 那他就把鸡吃掉 黑旗呢 退一手炮 下一招 虫炮是个杀 你要是高老将 这个虫炮一下 把炮再给你揍了 那红旗呢 他也没有在躲 他选择高居 准备你吃 将 我就吃你 再打掉你 这样得子 那黑旗呢 又来一招 上马 不僵了 那你现在一个句啃炮他肯定不乐意啊 他又推这个句 那黑旗呢 再拼句 红旗呢 选择了一个一句换双 砍掉 黑旗吃掉 这个 红旗现在吃马呢 他又害怕这个来僵 所以说呢 他先补来一手试 那黑旗呢 退炮 退炮 这个是一举两得的好旗 既给马胜根 下一招啊 还有一个高居 捉你炮的手段 红旗没办法 选择了一手退炮 那黑旗呢 再冲足 红旗呢 平中 黑旗上马 红旗平中炮 继续交换 那黑旗呢 往前冲 红旗吃掉 黑旗吃掉 红旗呢 抵住马 要一不杀 红旗呢 退回去 红旗呢 又退一手 红旗啊 高炮 下一招啊 他还准备给你扣铁帽子呢 红旗呢 转开平具 红旗呢 平个足 红旗呢 平具 多下马 诶 那黑旗呢 就给你扣个铁帽子 红旗补手相 红旗就往下冲足了 红旗在这里 选择了一手 炮武退役 黑旗呢 平足 红旗 近居 以后啊 他想平炮来打你的马 然后呢 来吃你的包 黑旗呢 先动手 捉住你的包 红旗呢 就平开 红旗呢 出老将 要你一步杀 避免这个对子继续啊 保持这个攻势 那红旗呢 红旗他就选择了一手 平中炮 黑旗呢 就上马 红旗吃炮 那黑旗呢 把这个炮一吃 这样呢 虽然说对掉了一个子 但是呢 黑旗的这个马呀 又窜进来了 那呢 无奈 黑旗呢 先把小族靠过来 这个靠过来可不得了了 以后啊 他就有这个踩势啊 爆破的这种手段呢 随时准备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平炮 呃 他不平炮 这个黑旗还有什么爆破手段呢 还有个弃鸡砍底式 除了这个马采宫事啊 他还有这种弃鸡砍底式 你一试挂脚一僵 要命的这种手段 黑旗呢 给他一吃 红旗呢 选择把竹一吃 但是黑旗现在呀 可还有三个后备军呢 所以说呢 你这个旗啊 是手不合的 他先把这个冰一吃 他先吃在这个冰 他先吃在这个冰 现在呀 踩着像呢 红旗就赶快进居足灵 准备扫足 那黑旗呢 进马 来牵制 那这样呢 你这个鞠呢 就不敢乱动了 捂一手试 黑旗呢 一回马 保住一个小翠 这边保住一个小翠 那那就进族了 同旗走到这儿 一看 那别说一个族都可以赢了 现在保留两个族 那走下去不是等死吗 就投降了 我先出发了 回去吧 能品看吗 这边看 我们买完 请不客气 我们你再来 不会